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呢其實 FolkGuy怎麼用 你打開之後其實有沒有發現一進來就看到好多範本 這樣還不夠對不對 你看一下右上角 有沒有發現葉樹還蠻多的 對嘛齁 所以光用 反正你就會往後面看就好 那一段時間還是會推出新的齁 所以你有很多可以選擇 那第一個動作 選好你喜歡的範本就好 這樣就成功一半了嘛 對不對 內容老師沒有辦法幫你做 但是這種呈現的方法 使用的技巧 老師可以教你 因為內容要靠你自己啊 對不對 所以你找看看 你會發現說 他在這裡 你可以這樣子直接看 也可以從左手邊這裡 其實我們左手這邊這邊有沒有一些分類 也有一些分類 當然因為你現在用的是 是沒有註冊的 或者是等一下我們用的是免費的方案 所以如果他有VIP的 就不是你可以使用的 不過沒關係 其實能夠用的就已經很多 比如說你看這邊有一些有中國風的對不對 這邊 那你再往下走其實都還有 假設你要用這一個 我就把它按一下吧 他就開始下載下來 好我的已經下載好了 你看這樣就好了對不對 但是各位不要急 因為他跟你平常用POWTON有一點點不一樣 平常用POWTON的範本 你用下去就好了嘛 因為你大概後面就知道了 可是因為這種簡報方法 你是沒用過的 所以而且每一個範本 是不是都完全不一樣 所以呢第一個動作 麻煩你上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做預覽當前 先預覽一下 看看這個簡報到底長什麼樣子啊 你把它記住 好這是第一個 按下去 第二個 這樣了解了吧 所以你利用這個方式呢 先知道一下 到底人家這個簡報 他當初怎麼設計的 POWTON呢 你們從來都沒想過這件事情嘛 對不對 用了就用了啊 因為用那麼久了 那你要離開就是按鍵盤上的ESC就好了 好 那萬一這個簡報 你覺得不滿意怎麼辦 哈 比如說這個範本 你不覺得 好像還不夠滿意啊 你有兩種方法 你看上面這裡 一個是叫首頁 一個是叫興建 對不對 兩個差別在哪裡 你如果按首頁 那就確定 這個範本我就丟掉了 就不用了 但是呢 有些人是比較喜歡騎驢招馬 哈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啊 放入我的口袋名單有沒有 然後呢 我再做一個新的 萬一 下一個男人沒有更好 還可以回來 開玩笑 就是你還可以回到這邊 所以你就可以用第二個選項 這個就是兩新建 那麼他就會把Focus Guide呢 再開一個新的 你看 比如說我這邊 再點一下 這樣是不是又開個新的 可是我剛剛的這個 是不是還留著 這樣了解 原則上你開兩個還可以啦 開三個的時候 他就會提醒你 你開太多的話效能會降低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 就是要留意一下 所以你如果是這樣子 你就可以再從這邊 再找看看 是不是我剛剛找的 可能 不是那麼符合我的需求 我再找看有沒有覺得 嗯 比較OK的 假設你想要用這一種的 點下去 他就再把它下載一下 好 再把它下載一下 你就可以看看怎麼使用 這樣第一個動作會不會的 給你30秒就好 找你喜歡的好不好 先找到一個 你要找兩個 父馬爺也可以 但是不要三個啦 三個就有點太多了